請阿吉先生 閨音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我們觀眾朋友 跟朋友主婦什麼樣的頭部呢 跟我們觀眾朋友頭部 頭吃豆腐沒噴水 豆腐沒噴水 對 我們專業有一個料理 叫做脆皮炸豆腐 那都要去大飯店才吃到 在處桌 我覺得很傷腦筋耶 今天就是要跟我們觀眾朋友 怎樣記豆腐 這就是我們的頭部 來試試看 但是要不頭吃不正常 我們來試試看 來 現在一般煮豆腐就是煮豆腐 來 油香滾喔 拿起來 來 注意看喔 來 要撥啊 妳是什麼標準啦 我很怕 不要啦 要怕啦 我們要上過它的檔 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要加這個 這個會撥對不對 非常的危險 因為我今天在示範 變成炸油豆腐啊 不要啦 我們都不示範了 這個趕快拿起來 這個危險喔 待會兒海南攝影師 可以放到整邊全打火 妳給她看 還煮得粒粒粒 都不交粉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教觀眾朋友 怎麼煮得很漂亮的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對… 不危險耶 哇 我們的配布是什麼 泰白粉 泰白粉 對 當然我們今天這個頭吃布 泰白粉是單一的泰白粉就好了 我們都拿它來做什麼 拋雞嘛 對 有什麼要拋雞 就是它吸水性很強啊 對 所以妳現在怕說 煮豆腐會噴水 會噴油 是 妳就是要水的問題 妳把它放好 妳來煮 它就不會噴水也不會噴油了 來 我們兩個合作 來 一人一半感情到沒什麼 妳拿豆腐好嗎 我來下油鍋 我們現在煮的時候 來 火把它蓋好 比較中 中高溫就對了 我豆腐放在這裡嗎 對 你放下來 放下來就對了 四塊你們回家這樣 都溫一下 溫一下 喔 它現在裡面的水粉 已經讓這些泰白粉吸收起來了 來 輕鬆輕鬆把它放在油鍋裡 妳把它看 你看 都不會噴油 很漂亮啊 喔 溫一下 我吃喔 我動作帶它做比較慢 嗯 跟我們觀眾朋友看清楚咧 看清楚咧 來 我們稍等一下 我為了鍋慢的原因 來 我再煮一塊 來 先把它勾起來 好 一直拿出來 我先勾起來 來 給你看看 來 妳看 吃油喔 白白嫩嫩 白白嫩嫩 有看到這樣薄薄一張這樣 好透明 好漂亮喔 有沒有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耶 來 妳就盤子先讓我抬起來 來 來 我們今天喔 不但只有咬觀眾朋友喔 怎樣做豆腐 你看喔 白白油 白白水喔 好 還要咬一步 就是不要太大吃了 好 一定要怎麼樣你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在家裡 我們在營業的時候 不可能說 像我們在公司這樣 那種專業 所以說妳一定要做兩三次 一間不可以太多桌啦 對 不可以太多桌啦 妳想到桌桌沒效啊 喔 一次差不多 三四桌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差不多 四五桌 四五桌 慢慢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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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慢慢擠 好 漂亮漂亮這樣放下來 對不對 好 現在蒸 現在我們在蒸的時間 來 剛才那樣再把它拔下來 再拔下去 這樣就前後移植了 來 妳給它看 這樣是不是每一塊豆腐 妳看有漂亮喔 好 漂亮喔 來 現在可以勾起來了 來 勾一下好不好 來 勾一下 來 勾一下 很快喔 這樣很快就燙了 這樣就燙了 這樣就燙了 妳給它看有沒有 來 哇 又平日被泡泡 觀眾朋友不知道 看到有沒有 來 碰碰了有沒有 好漂亮喔 是不是蓬蓬的 哇 是不是蓬蓬的 哇 它喔 漂亮得好像 對 不像真實的東西耶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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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拿筒來 我們拿筒來試試看 觀眾朋友 我們來筒去看看 要醃起來的時候 你看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這麼要搬醃 你看 看起來我們裡面 噴很多油有沒有 對啊 還這樣 溜溜溜溜 觀眾朋友你看 這滑好嗎 真好嗎 剛才用筒去拿就很難拿 現在你看看 很好看 溜溜溜 不好好 讓你看起來外面很柔 像磨砂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對啊 霧面耶 霧面啊 妳在吃的注意喔 很燙喔 怎麼樣 怎麼樣 往後說鬆 對 來背 就是豆腐的原味 沒錯 沒錯 哇 這樣是嗎 妳看我們把它加開有沒有 豆腐的麵跟混混的這個麵 層次很分明啊 外面是透明的 外面是透明的 對… 好像炸冰淇淋一樣 哇 專業如何炸豆腐 今天阿基先生跟我們的祕訣 我們說什麼通通要給他記住咧 就是太白粉 沒錯 一口就好 很簡單 簡單 這是妳的簡單的料理 哇 謝謝阿基先生 好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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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這吧 好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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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好幾下 好幾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